随着老人人口的健康 家政有病患无法称心来给病医看症 到在医疗的诉求就比起过去是健康增加 因此台队病医婚姻在半年前就开始推行 医疗地区性的设备 结合关注医疗提供看病更困难的万象病患 医疗上口的服务 医疗团队亦预定及当医照顾重心 来公司 家政也表示这项计划真的全人带来 这么大帮助 大病院的科进严肃罪在婚姻关竟是有病患 有注意困难的问题 不过现在有这种方向医疗 透过地区性设备主动计算抗催大小 并有医疗进行医疗指导处理及时抗催问题 看到他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的团队跟我们的伤口招呼护理师 都结合现在的新的科技 包括法规的松绑等等 要真的可以落实到 我们很感动 看到这80平方公分的这个伤口 可以缩小到差不多像五公元 这个伤口的大小 再过一两个月 应该就完全可以恢复 现在能够把专业带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去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脚步 所以非常感谢台湾医院的团队 但是要做话把科技 演技照顾这样的一个伤口的一个照顾计划的话 真的是要新的东西 需要长官的支持包括法规 当然包括经费 那么地方的卫生区当然是潜意来协助 特别是来绵合相关的 需要照顾的这些民众 当年刚才在北厂经养的万全病患者 常常发现对象的抗催 在台湾医院本已经开始推行方股医疗 甚至还会安排医疗团队定期方释 替抵守医疗用抗催病患 对综合完总控 大概都是一周花一整天的时间 两个半天 我们一次这样循环起来 一次应该十位左右 因为他没有行动力 不能行动 我们说自己要来 就是要带他来 也是 还好是在照顾中心 我们村的也很难 他都免疫力这样的行动 所以疫荷就很慢 现在目前状况怎么样 很多 一边已经红火 已经疫荷了 一边 一边也很好 这项医疗博物无论一件报 目前核理材料是有五金抽象冠状 不过面对各位可能的证据 卫生后立报也表示 这次以后继续办理 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来 有这么的心情出来 我感觉这是很好的 一个成功的案例 我们希望这个阶约 绝对要继续做下去 而且还要扩大到 我们更多的这个乡礼 我们这个市场的照顾和新固定 封区医疗不能够 即使处理白环 酒意和抗粹问题 当时亚收费家修和照顾价 对亨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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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